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对岸 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在外媒一直看着中国经济 那么过去中国梦 还有习近平主张要让全民富起来 有一段时间冲得很快 要成为世界强权 可以跟其他的国家平起平坐 当然美国产生的威胁 才有这些围堵的行动 但是不断的外媒就说 现在中国经济很糟啊 很惨啊 甚至习近平还暴瘦 因为罹患了癌亡疑障癌等等 各种的传闻报道 那么这几次呢 291号就是了 其中这个习近平就现身在天津 吃包子 他大战狗不理包子很棒啊 很好吃啊 在宣传观光 大家一起来旅游 但这也是不是在为 什么暴瘦历爱这种消息 在辟谣吗 那么吃饱肚子防作乱 带动经济啊 这是他们的口号 但这个事件有拉抬经济的效果吗 在经济表现相对低迷的情况之下 习近平又喊脱贫超过了三年 那陆官员说 现在目前最重要是要防规模性的反贫 是重大的政治任务 除了因为疫情之后 还有美中的对抗所造成的影响等等 所以2020年底 他宣布要达成脱贫这个目标 防止规模性反贫 要持续 这个是他们的目标 当然他年初的时候也承认了说 就业数字的部分 他会更努力 以这个目标来往前推进 但是呢 中国经济 2024年也复苏 这个都是美国媒体的形容 刚好是另外一个反方向 他形容 现在习近平的处境叫做 水深火热 各种的梗涂齐发 因为今年的经济复苏 机会渺茫 中国股市 2021年达到顶点之后 过去三年 在各种反垄断的 这个围堵行动里头 就让几个重要的企业 例如腾讯啊 阿里巴巴啦 百度啊 等等科技公司 整个快速的兴衰 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通过股市值 直接蒸发了6兆美元 这当然是影响非常的巨大 那以至于中国网友 在网路上 当然有很多的发言限制 被说形容 是不是 是中国网友的哭墙吗 这个是一个报道 说美国 布伦伯尔跟 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 的微博 很多的网友会去留言 发泄情绪吗 那2号晚间有一则 长颈鹿保育贴文 我们大家都注意到这个消息 怎么说瞬间涌入了 非常多大量的留言 到达5万3千笔 是留言数 按战数可以高达 50万笔 是动物保育 那甚至还有人留言说 能不能留给我们一些飞弹 把上海证券交易所给炸掉吗 刚好大家在看繁花 总之 这个就是所谓的经济 影响一般庶民的各种情绪 有没有办法在内部得到释放 那还是像外媒形容这样呢 这个是接下来中国的挑战吗 Bloomber甚至不断的唱 所以例如说农历新年猪肉量 巨跌量也跌价也跌 所以暴露中国深层的问题 年关之前怎么会猪肉需求少呢 代表公司的减少 打击了家庭需求 拖垮了消费价格 那除了民生消费之外 还有晶片 华为对于新AI晶片 开放预定的这个事情 是一个里程碑 外媒说呢 路透社的报道 华为开始接受经销商 预定一款新的中国专用的 人工智慧晶片 这个晶片售价呢 就跟NVIDIA的产品相当 规格怎么样 是不是一个市场需求的 大量的这样的晶片 不知道 但的确它的研发能力 到了一个程度 怎么围堵它 它有自己的研发能量 那甚至华为的智慧手机 被美国制裁嘛 95年来的表现 产生了很大的巨大的波动 从过去被制裁之后 几乎掉到谷底 现在已经销售量超过了 苹果已经是五年来 第一次看到 这是2024年前两周 用智慧手机销售量第一位 这样的数字重登 这个手机王国 荣座宝座的位置 因为2019年被制裁嘛 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几乎快要到 很惨的这个谷底的状态 结果现在靠着新的Meta 新款的手机 重新站稳了脚步吗 当然是国内市场也很大 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啦 但密集对话 也就是说包括了拜席会 还有王毅跟苏立文 又在对话了 上次12个小时 两天密集谈话 现在又在对话了 那包括了苏立文 回到美国在演讲里面 对美中保持对话的管道 要畅通 华府北京台北 三方在台湾大选之间 沟通成效 被表示肯定的 但是美中关系后续 是不是能够真的降温 维稳 一帆风顺 还有变数 当然这份分析里面是认为 是不是在提2758号决议 也是一项变数 亮哥 我们再看这个最近 中国经济的部分 资讯的落差很大 那外媒跟中国大陆 相关的报道跟资讯 自然是很不一样 什么观察 自由时报对习近平去访问天津 采取这个角度真的是 看出他的水平 习近平是看两个重点 一个是被水淹过的农场 附建的如何 另外一个是去参观 平津战役的纪念馆 那你这两个重点你不看 专门去看他吃包子 你不觉得这媒体很低级吗 他还特别讲说 平津战役 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打赢 就是后勤自胜 所以他就是要转到 后勤这个议题上来 这个台湾第一大爆是这种水平 也怪不得民进党是这种水平 这个另外经济的问题是这样 中国股市当然问题很大 今天早上为什么一堆人跑去 美国那边去留言 因为早上暴跌千股跌停 跌到2635 那很吓人 那下午又拉回来了到2710 他已经连好几天都这样 这当然就是展现出股皮信心不足 而且房地产爆雷 很多资金都抽离 我也看到一些数据 比如说有一些资金就跑去买美国跟日本的ETF 这都是事实 这都是事实 可是股市不等于经济 你若要这样等同 那阿根廷经济世界第一 阿根廷的股市上个月涨36% 阿根廷的经济你自己知道 那个米雷还不知道怎么弄 印度 印度的股市也是暴涨 那我们就看 实际的估计 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 他估计中国经济今年成长是4.5 美国是2.1 那中国坏到哪边去了 我当然知道股市问题很多 股市是资金的问题 筹码面的问题 然后你房地产确实造成资金的抽离 这是事实 可是这不等于经济全部 房地产事实上占中国的GDP比重是很低的 因为他新建量并不多 你过去的资产当然很大 这是事实 而且很多人 尤其是中子集团破产 受害的就15万人 这15万就是有钱人 那有钱人第一个影响当然是股市 所以这可以理解 可是你不要从股市就等同于经济 你说要这样谈 那全世界经济最好的叫阿根廷 那你说中国经济有坏到哪里 那4.5也比美国2.1高 你美国如果扣除科技股 跟少数的金融股 那请问有多少股票是涨的 你要不要这样去分析一下 所以赖金得最好注意 不要只参考彭博跟自由时报 作为你理解中国的一个管道的来源 因为大选前民进党也是一直喊 我们股市很好 所以我们经济很好 也是这样连结 欢迎回来在美中对抗里头 中国的经济 在中国大陆在媒体上面 尤其是在外媒的形容里 哇 感觉是水深火热 当然了 这个今天的股市上午 的确千股大跌 非常暴跌的情况之下 也让股民哀嚎遍野 这也的确是一种反应 是没有错了 中国的股市上海现在是2700 深圳大概是8000 科串板 科串板大概1500多 1560左右 那股 股民当然是 这个到处会去喊冤 因为他的钱在里面 他不只是到美国的 这个大使馆的微博 他还到印度的 真的假的 为什么 跟印度有什么关系 但是各位 要看基本面 你有没有听说过 经济是循环的 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 开始往下行的时候 外面的媒体都认为 他要崩溃 而不是一个循环的 已经是多少次了 多少年了 对不对 今天出来的财新 各位 大陆这个财新网 非常重要 你可以去看 财新公布 一月份就是上个月 中国服务业的PMI 它PMI的意思就是 我们叫经理人采购指数 它是叫做经益 这个业务经营活动指数 小消费能力 来到了52.7 比上个月 就12月 低了0.2 但是也是过去 这半年多来的次高 然后呢 如果再加上 这个 所谓的 这个制造业PMI 一月跟12月 维持一样 所以什么意思 它的制造业 跟它的服务业 其实 整体态势是没有变的 也没有因为股市的调 经济的这个大家 创衰 外国创衰 就开始制造业 服务业都不行 各位 中国的经济的关键 还是制造业 以及伴随了整个 大的内循环市场的服务业 台湾就只有科技制造 我们占七成人口的服务业 小小小小的 所以 薪资一直都很低 因此支撑 整个中国经济的制造业 跟它的内循环服务业 没有变 反而维持的 就是说 在过去的半年来 是不错的 同时呢 各位 我们看看 经济日报整理 我们去看股市好了 其实盘面上 哪些股在掉 金融 教育 环保 网络 文化股 在掉 也就是说 大家其实不太愿意 短期的花钱 什么东西不变 金融 白酒 白酒大概跟过年有关 煤炭 医疗 所以整个结构性的东西 其实还是很扎实在这边 因此你要看中国经济 要多看一点 不要只看自由时报 欢迎回来 再看中国大陆的经济 当然有在科技业的部分 手机 扇上了这个龙头 超越了苹果 但其他的市场民生 经济 怎么看 丁哥 我觉得华为这个当然是因为 它那个Metalus Pro的关系 把它带动了一整个 其实是有民族感情的这种购买 购买的方式 所以让它整个起来 可是我个人是认为 华为当然挑战还是很多 因为美国已经加紧了 对晶片的封锁 所以如果华为 接下来没有办法 如它自己所想的 这样持续发展的话 它未来前面挑战 它的发展还是会陷入某种瓶颈 所以它还是要持续的去加强 只是我就觉得 当然我们看到 外国媒体也好 台湾媒体也好 三不五十 就会去凑一下大陆的经济 那我觉得凑一下大陆经济也没什么 大陆经济最近 最近确实表现也不是非常好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 就是在于 我们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存度这么高 你把大陆的经济说死 你觉得台湾的经济会好吗 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 你如果 好像台湾很多人常常就是 中国大陆经济垮了 可是我们台湾经济还可以一枝独秀 会龙头选举之后 意外的上演一场绿白的电话门 吵来吵去 今天柯文哲真的跑去提告了 包括告了民进党中央 包括了吴征发言人 那其中今天有个 网路新闻的最新消息是 我以为是万里的老宅怎么了吗 原来是在万里老宅前面 前警卫士啊 主任酒后师太被拍到 当街蹲地在热闻一位女性的友人 这个消息是 因为跟赖清德当然帮他做万里警卫士的主任啊 关系是很密切的 是在年度体检未过的风波曾经发生过的 结果一直拖拖拖到晋升少将 最后一刻才被补测过关 甚至还说被爆料出来说 本来并不在国安局的规划人选 是赖清德独排众议亲自挑选 他才能够上位的 结果看起来是风流倜傥 在街边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被媒体拍下来 那好吧赖清德这几天 我们比较看不到他的各种发言 但韩国瑜到立法院之后呢 民党立委没有放过 不停的在供给跟批评 包括陈廷飞说 蓝白银啊在立法院改选期间 不断用利用媒体制造话题 往后这恐怕是固定守法 不过民党不也是吗 不然怎么会有蓝白电话门 绿白电话门呢 那他说民党应该一体取向 推动法案部分要以民意逼宫 让他们没有办法暗度陈昌 民意要逼谁 你是执政党不要忘记 民意要逼宫的宫是谁 是执政党民进党 所以怪怪的 这个形容词让大家觉得 总统不是你们民进党的人吗 那绿白现在闹翻 甚至还告上法庭之后 会怎么样呢 有对于蓝白和相对有利吗 柯智恩就说了 他说选前对于听政权 蔑视国会这些法律 都已经有共识 这个部分都可以谈 那国民党跟任何政党的合作 都不是问题 院长也特别提到 仇恨先放下 民生放第一 这也的确是韩国瑜目前所展现出来的态度 那当然来本和国内党团之内呢 也有鹰派啊 有鸽派啊 到底要不要让 朝伟这件事情 民众党已经讲了 我们不会主动 那如果你们要给我 我们欢迎 所以傅宽奇先前说过啊 小草并不小 国民党对民众党是 小命命啊 那问题是 党内不一定都支持 认为既然 并没有真正的在 这个龙头的选举里面 有各种的合作协议的话 要不要让 朝伟现在 各自也有不同的看法 那国民党的蓝白和呢 当时不是这个分手大戏在 群月上演 大家印象深刻 其中 这个戏下戏之后 还没有 还有人不想让他下戏 是独派团体台湾国 他到北检去告发 说蓝白和这四个人啊 马英九朱立伦 和柯文哲 四个人涉嫌 选霸法 违反了为什么 他说呢 因为是戳原载堂 等等地状 那他要求 这个迟迟没有动作的北检 必须要传唤相关被告去侦办 那感觉他们还放不下 但无论如何 这种事 有没有浪费司法资源啊 这个到底有没有 他的意义所在呢 好 蓝白和不成 绿白的电话门 到底责任在谁 互相在踢啊 其中 卓荣泰也出来讲话了 那 这个 他说三种剧本跟方案 跟黄珊珊谈这个概念 黄珊珊今天开记址 会来回应的说 他没有 由他的方面 来提任何的方案过 21号 早上自由时报说 民党多方接触 那民党没有接受方案啊 只是听完了之后 回去党团讨论 跟党主席讨论 那就没有接受 结果两家媒体 居然扭曲事实 干据这个 无真的说法 说是民众党主动去 接触民进党 甚至主动去求合作 这种概念 所以他们非告不可 那卓隆太说的 这跟黄珊珊谈的三种模式里头呢 包括了什么各种合作的方式啦 那黄国昌就说 这眼看者是只包不住火了 卓隆太终于承认私下接触 想用副院长的位置来交换民众党支持院长 他进一步批评 卓隆太才是公然说谎 不过另外一位当事人 是不是两个人在争隔魁 所以各有谈判的管道 林家龙的部分 现在仍然不承认 自己曾经派人接触过 就是了 但他的版本 当然感觉起来是更 对民众党有利啦 好 我们所以来看看 在民众党内部 最近好长一段时间 都来讨论他们的 合作环节 这种问题 那先前一直讨论了 好多天的蔡壁如 那今天讨论的是谁呢 很意外是陈婉慧 因为陈婉慧上次也在节目上讲 餐会 尾压 他有被通知啦 只是他自己 有事情没有办法去而已 但这次他发文了 他说 北区的感恩餐会 茶会 上一次李友宜没有被找去 这次被找了 但宜蘭感恩餐会 哲友会 他却李友宜去参加 但是他却没有接到讯息 所以他不知道 党内有一个 在宜蘭打拼的立委 候选人 虽然落选了 他也曾经是前立委 居然又是不知道 地方的这样的党主席 在活动的消息 以至于没有参加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民众党常常都有 这种状况发生呢 这个幕僚之间的 所谓核心人物 要吸位才有影响力 其他人就可以随便安排吗 那当然现在当今的 C位就黄珊珊 双簧跟陈昭之吗 那明天也要讨论陈昭之 会不会被惩戒的这个案子 那过去当然谢力公 跟黄珊珊 谢力公现在已经没有影响力了 蔡碧如跟大学姐 或者是跟黄珊珊之间的竞逐 跟对于柯珊珊的影响力 陈婉慧呢 现在他一直认为自己已经 相对跟党主席是互动良好的 连他都出了这个状况 让大家当然很意外了 亮哥我们来看看 先从赖清德的这个主任 警卫市主任被提拔的 拔着这位在路边亲吻的画面 来看看赖总统准备要上任 迎接他的是这些新闻吗 对 我看到这新闻我也吓一跳 这个 赖清德还是要好好管他身边 或者他比较亲信的人 这个应该是个人行为 不过这个人家会连接到 你的运势是不是不太好 不过这个反正坊间 就是会有这样的留意 就会觉得民进党的人 好几个案子都像这样的形象有关 会连续的被 尤其是这个是他自己 把拙的警卫市的人 中情中意中昏迷 清点明具 没有办法 我觉得绿白这个问题 真的很麻烦 因为那个陈永金医师 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 不会说谎 一个正直的人 这个不干他的事 他何必写出来 一定是他听到就是如此 可是这个三昌配 这个实在是太严重了 三昌配如果站在民众党这一边 是我提的 那我是要蛇吞象是不是 真的 人家就会觉得说 你怎么玩那么大 对不对 那如果是民进党这边提的 那就不一样了 那你岂不是要抛弃游锡坤吗 没错 这是背叛游锡坤 这谁能承担 所以变成没有人能承认 说三昌配到底从何而来 自然我觉得 柯P干脆就把那个人的名字 讲出来 因为柯P觉得很冤枉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提的 是我转述 我今天问了周渔秀 他也不回答 他说就有个人 他去查证了谁 我讲白了 生命是一家人 我讲白了 我在政坛那么久 碰到这种罗生们 我会把它理解成 柯文哲也想保护那个人 留点情面 日后好相见 从政日后还会相见 所以我就留点情面 虽然我知道是谁 我坦白说 我认为 我实在是难以想象 民进党有人敢提三昌配 赖清德 林佳龙 或者是佐隆泰 我真的难以想象 因为你这个 岂不是公然要 要抛弃游席坤吗 这种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 而且黄山三连 一天立委都没干过 你一进来就要让他当院长 这像话吗 对不对 所以我比较能够想象是 中间人提的 可是那中间人是谁 最好是那个 不是政坛的中间人 那我们就可以说 哎呀你年少无知啊 就原谅你吧 大概是这样 那这样子这件事情就 就可以这样让他过去了 但是告到法院去 可能很难过去 不告到法院是 他只有告吴珍吧 跟民进党 他有报民进党那是谁代表 他是告赖清德吗 还有告媒体 他是告那个记者跟吴珍 因为 因为记者会是吴珍开的嘛 其他人也没有讲话 对不对 而且我坦白说我认为 蓝白或者是绿 这个立法院是你的议题如何正确 有引起社会共鸣 大家就跟进来了 民意是他们的后盾 你不要以为用善意有用 当然 这是韩国瑜爆了韩国昌 结果民众党从头到尾都没有考虑蓝白盒 你没有发现吗 民众党整天在考虑的是 要绿白盒还是投给自己 没错 根本就没有想过蓝白盒啊 恍然发现原来如此 对不对 那韩国再报几次有什么用 所以善意没有用啦 重点是你抓住民意 主导了议题 那人家自然会跟上 人家要跟你竞争吧 这样才是良性的政党互动 宾哥 其实我觉得这个谢敬华 他们不趁早处理 就是自己留一个大麻烦 这谁都救不了他 这个事情当然本身 跟赖清德是无关 但是就是你世人不明嘛 就这么简单 你之前有一个陈中叶 已经跟小云已经够那个了 现在再来一个谢敬华 所以他自己要赶快去做决定 不然留这个人 是对你自己没好处 那陈提飞讲这个东西 我真的觉得非常奇怪 就是他说用民意来逼宫 到底在逼什么宫 如果是真的是那么符合 民意的法案的话 我觉得蓝白也未必会不赞成啊 大家就一起赞成就好了 不就是这样吗 那通常是拗着民意 跟民意对着干的法案 蓝白才会阻挡你 所以我觉得陈寗飞 到底在说什么 还是听不太懂 那至于说 我觉得现在这个 这个电话门这个事情 造成的最直接的结果 大概就是三党以后 很多事情恐怕都很难携上 都要录影 对啊 大家都要录影录影 互信基础 谁都不敢私下接触谁 因为超级危险 因为可能马上就会被人家洩漏出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但是没办法 因为情况就演变到这样 大家的互信基础都很薄弱 因为这个就是把他在引前的事实 那现在他们还在吵说 谁告谁啊 然后谁先主动谁被动啊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太大意义 我直接讲好了 我认为柯P告这些人是告不赢 本来就是了 这怎么告得赢啊 这种东西如果能告得赢 那就不得了了 构成要件太难了 对啊 因为其实我是有赌鸡牌 我是很想送鸡牌出去 但是我认为是告不赢 那我认为 不管是民进党主动接触民众党 还是民众党主动接触民进党 其实事实是什么 事实就是民众党想要瞧啊 打了这个电话呀 你们确实还是有想瞧嘛 请大家注意喔 因为当天已经是1月31号了 他们早上已经公布说 就决定是黄珊珊了 那你还在跟人家瞧什么 你们不是党团决议就结束了吗 所以啊 照他们决定 他们自己人投自己 拉民营党来投黄珊珊 不是啊 就是你们就可以放话交换 就没什么好瞧 因为没什么好交换的 我们就是黄珊珊啊 不是啊 他们的人不用交换 但是对方 没有对方你要投我很高兴啊 那你就来投啊 就不需要瞧啊 没什么好瞧 因为你们定 你们就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谈 因为你们就已经 党团决议是黄珊珊 他只是要 那你只是要 那到底是什么 那不叫交换啊 你是流氓 就硬要 就是这样吗 不可能嘛 所以其实你看喔 他们还紧急 晚上紧急党团又重新开会讨论 所以表示你们还是有在想 要交换一些条件吗 我觉得就是啊 真的是这样 对啊 所以那有什么好讲呢 那就跟你过去告诉我们的东西 就完全相违背嘛 所以我真的是奉劝民众长 不要把自己的道德标准 拉得这么高 你的做法并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真的觉得以后还是务实一点 怎么做就怎么做 该协商就协商 不要再讲那些插话 不会对陈婉慧又被忽视 略过很惊讶吗 因为我们常常跟他同台 教授 对啊 你有感觉怎么又来了 对 我的观察是 选举完之后到现在 民众呢 有两个转变 第一个在人事上 第二个在路线上 人事上 过去那些比较青蓝 跟国民党互动较加 支持蓝白和组合派 以上的这些称呼 我们过去都经历过 对不对 慢慢的被淡出 甚至被刻意的遗忘 有没有 谢力公 蔡碧如 然后呢 陈婉慧 这些人慢慢的都离开了 因为都没有当立委 都没有当立委是没错了 但是呢 也忘得太快了 然后呢 进来的是黄国燦 黄珊珊跟陈兆之 那即使陈兆之的那个 手按道印尼 也就这样子过去了 没有明天还会决议 但很难多重成 你可以想象了 你可以想象 我都已经辞干事长 对啊 干事长好像是 顶多发发钱吗 我不知道 但是呢 这代表什么 代表人事上 其实是比较 以回到跟 这个绿营 当然 特别是 现在的这些 这个就是 立法院的这些职位的人相关 那路线上 那路线上你们觉得 他不再去跟蓝白河谈任何事情 他现在转去跟绿的 当然他是有权利的 可是他不把他自己完全就 第一时间视为一个 就是反对党 在野党 在野党 监督执政党 他把他视为一个 在三党当中 可不可以进一步去交易 甚至你让我的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所以同样的作风又回来 可是 我必须要提醒 在蓝白配 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 蓝真的把柯当成白 但绿会把柯当成白吗 还是当成小绿 因为你越来越像 你看到他接触的这些人 不管是中间人 还是对话的人 以及形成的这个三昌配 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组合的 这种想法 其实慢慢的形成就是 他反而去跟 绿的 传统的 独派的 还是越来越近 因为他知道 二八年不太可能再蓝白河 他就必须要抢蓝的票 二六年他就要抢蓝的票 蓝的席次 市议员的席次 县议员的席次 甚至县市长的席次 他可以抢哪里 民众党可以抢国民党 抢蓝的 所以我觉得 在一个大的方向的时候 你看到人事的变化 路线的变化 然后呢 的的确确都呈现出来 这样的变化 但是呢 他忘记了 绿根本把你当小绿 玩弄你在 无子沾 首档当中 观众朋友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汪简秋 这一节国际及国内议题 大白话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耶鲁政治学博士 郭振亮亮哥 大家好平安 执政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大家好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 杨永明老师 简秋好 大家好 看看国会呢 现在大家是媒体的聚光焦点 每天的新闻量都在这里 要黑也是黑这里 韩国瑜立法院上工第一天呢 中午吃什么 都有很多媒体 跟康元的餐厅排队 吃一份80块的自助餐 就引起很多的民众在现场 媒体当然是包围在旁边 或者是美法 哪里要美法呢 有法可以美嘛 但他跟美法是合照 是因为他当年 对不起 我有歧视之前 我也是美法顾问 顾问顾问 怎么样才美 可能要请亮哥做顾问 所以在立法院 当年这个时期 就请这位理法师 帮他理过法 合照来回味一下 老朋友在立法院的服务 网友很多讨论说 虽然我来光顾的机会不多 但是还谢谢他们 帮委员们整理的清爽有静 韩国瑜当年的法量 有需要理法吗 那当年也是有 有啦 阿珠姐 你看厉害了 我也是给他理的 真的 当年的法量有需要理法吗 这是别人问网友的问题 网友问的问题 也可以问亮哥 韩国瑜拜会的李树竹 到了记者市区也一样 那在打招呼的时候 合照啊 各个的这个招呼 样样来 那记者就说啦 哎呀 自拍以后以后 不可以再黑寒咯 这个画面是邱明玉 那一看就有明玉 邱明玉讲 不可以再黑寒 不是他的专场吗 对不起 然后就说平安 平安 那所以这样子 就有可能不黑寒嘛 当然是不用想着美的 那无论如何 馆长他怎么说 他就形容 他觉得韩国瑜当院长 他很爽 听听他的话 我以前很喜欢民进党啊 我现在不喜欢啊 因为他们够垃圾啊 怎么样 怎么样 你咬我 台湾选民都是这样 怎么样 你意思就是说 一票民进党 终身民进党 你那么奴啊 怎么样 我不能喜欢韩国瑜哦 你规定的哦 法律规定的哦 我就喜欢 怎么样 怎么样 我就是看他当了院长 我爽 怎么样 我今天看韩国瑜不错啊 我看到他很爽啊 怎么样 他在这真的很帅 不得不这么说啦 观众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当然当初被说是绿营的支持侧异啦 当然2024 他跟柯文哲站在一起支持 那他的自己的好恶 他是勇敢的讲出来 但他认为不应该是被民进党骂 你支持谁 难道没有自主权吗 这不是大家的自由吗 所以呢 一些绿营的名嘴也有一些变化嘛 像例如呱吉 他讲啊 明代最爱的就是韩国瑜这种 吸引美光灯的啦 更何况国家本来就不是民进党的 没有人可以保证一直执政下去 不过像林处英啊 这些民党立委们 还是一天到晚在撞 起点上班啊 偷懒啊 自己也没上班啊 就做别人没上班啊 等等的 那这些事情 是不是也是一种氛围的转变 还是黑韩供应链无上限 有流量 大家就继续骂 骂了之后又形成一个黑的 这个负面的循环 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件事情呢 就看韩国瑜后来的未来的表现咯 所以国民党韩国瑜院长时代来临 接见的第一组后第一组来访的来宾是谁呢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那么在对话里头 刚刚最新出来的新闻消息是说 党内啦 会不会出现双太阳啊 两个太阳啊 朱立伦是主席啊 韩国瑜会不会变成国民党另外一个太阳啊 那韩国瑜特别讲啊 党内更多引擎发动不是 这个是朱立伦说的不好意思 党内更多引擎发动不是更好吗 韩国瑜院长领导国会 对我非常光荣骄傲 那一个分析稿是来自于风传媒 风传媒分析说朱立伦知道 韩国瑜心里想的呢 国民党中央防寒的气氛一度浓厚 想什么 他是说因为2023年10月 为了蓝白河协调嘛 记得嘛 那个时候包括马总统也站出来说 希望蓝白河这件事情 韩国瑜也表示他愿意当统姑等等的 但是从头到尾党中央并没有给他这样子的空间嘛 所以甚至还有什么求官说 要求副主席让双方兵 当然是关系陷入兵点啊 也完全没有信任的基础啊 统姑也只能这个屠夫户户啊 还曾经私下有一些怨言 总之啦 然后到了2023年11月的各种的空间 突然间党内的一种团结氛围出现了 这样韩国瑜没有拒绝的空间 接下来不分区第一名这件事情 那当然接下来也成了角逐立法院长的不二人选 这个在风传的分析里面认为 如果韩国瑜能够调试成功 称职的扮演国会议长的话 那就是一个成功的转型嘛 那搭配了立法院龙头的政治高度所掌握的资源 国民党的议委当然就很自然的视为精神领袖 也会对党团具有影响力 那也就是说丢了菜滩抢了江山 现在有没有办法捡回来朱立伦算半天 有没有可能所谓他的党主席将进入韩国瑜时代 这样的分析啦 那当然这可能也有刻意要让党中央有点 这个被分化的概念吗 不知道 但亮哥 上一节我们来讨论到韩国瑜去找你呢 还问你意见 你说你会帮他呀 对啦 当然啦 事实上我跟你讲 我觉得他的声望会很快升高啦 因为这个角色真的比较适合他 因为以前你选总统 人家会在乎你对两岸懂多少 经济懂多少 国际懂多少 这个不是啊 立法院长最重要的功能是协调 那能不能站在一定的高度 维持意识的公正 我认为这两个能力他没问题 因为他走过罢免 然后也在高雄市长这样一度高峰 这是他人生二度高峰 他看多了啦 看多了 所以他不会像这种 这种黑寒的这种低级论调 他根本就觉得你们自己就会消消 自己就会泡沫掉啦 所以聪明如邱明玉就看出来了 不能再玩下去了吧 玩不下去了啦 对不对 邱明玉也是资深的记者啊 他对立法院很了解嘛 那没有错啦 你们想黑他嘛 可是自讨没趣 事实上 坦白讲大家在担心的是 赖清德能不能把政府治理做好 所以坦白讲 我最近也比较少批评耐清德啦 我们希望他520稳住 组阁组得好 这对台湾有好处 对不对 那韩国瑜也是嘛 韩国瑜他当立法院长 我保证他的协调力 还有主持议事的公正程度 一定赢过游锡坤 我敢这样打包票 游锡坤事实上对我们党内立委并不熟啊 他对议事也不是很熟啊 所以为什么柯建民 就掌握了实际的大权 跟所有的议事的运作 这完全可以理解嘛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是财是姓的 刚好站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认为 他未来讲话也会有一定的高度啦 你看他今天 第一天 8点50分就到立法院了 对不对 他也知道媒体在注意什么 实际上我是跟他讲啦 所以你在高雄被盯了一年 立法院你至少被盯两个会期啊 就因为这个会期是对 蔡英文这执政八年 还有国会改革这个议题嘛 那下个会期是赖清德刚来 那这个我本来就跟他 他有点熟啦 所以大家聊天 提供一些意见讨论讨论嘛 也不错啦 我觉得他是 真的有心要把工作做好 当然 那我认为他经过了 选市长选总统 然后罢免 然后到低谷 然后做公益 一路又回升 我觉得这个人情冷卵他看多了 所以我觉得他未来应该是说 这个傅昆奇当党团監事长嘛 不刚刚那个总召啦 未来就是他要跟国民党的立委 有更多的交流啦 然后了解一下这个 这个会期啦 我觉得他 应该会很快就进入状况啦 那他选那个周安来是 非常高明的人选啦 因为 这个 朝野的冲突 有很多都是意识规则的冲突 尤其是你碰到老狐狸 柯建民 他觉得这方面 特别厉害 那以前有一个 另外一个老狐狸可以克柯建民 那个叫王金平 他们两个对意识都很熟 他现在王院长不在 周安来讲的话 柯建民不敢乱来啦 不敢乱来 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的委员 听到周安来都表示 对他有一定的敬意 因为意识规则是 专业的东西啦 所以我觉得 他刚好就他最 没有办法恶补的部分 找了一个权威坐在他身边 那其他要发挥他所长就相对容易了啦 比如协调啦 然后施展这个各种议题的折冲啦 到时候政党协商就是如此嘛 所以我相信他会很快就升任啦 所以民进党也不用笑他啦 反正反正你们笑他两三天也没关系啦 不然你们不知道要讲什么 事实上民进党真的该紧张的是 赖清德要不要跟蔡英文做四度的切割 五指甲那句警语是很重要的啊 你今年如果民调不能回到五十以上 你真的会很难做喔 这个是语重心长啊 当年阿扁两千年 三十九点三当选 阿扁到六月民调就冲到六十了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眼睛是血亮的啦 会看你赖清德做了什么事 所以民进党 你不要急着去打韩国瑜啦 你们赶快去鼓励赖清德 赶快去跟他提醒他该做什么事比较重要吧 的确喔 黑韩有流量有声量 但问题是有没有帮助你们的支持度呢 看起来只是仇恨去炒作下去 也无助于这个少数政府的未来的市政制度啊 其实我觉得黑韩里面黑的差不多啦 他再黑下去也后继无力 像今天韩国瑜就很明快啊 半个小时之内就三党协商开一日期 就是二月二十号就定下来了 也很快啊 黄国昌也签字啊 大家都没什么意见 听说二月二十号是老科提的 听说了 所以我觉得 比二十三早几天 早了三天啊 大家各让半步 看黄国昌回应是说 既然院长已基层员工这个诉求的话 那他也接受嘛 是啊 我觉得有考虑现实状况嘛 你也要考虑到立法院这些人 其实他们也很辛苦啊 嗯 所以我觉得让人家休一点假也无可厚非啦 所以我觉得就很好啊 那韩国瑜也不是说对立法院完全不熟悉 他自己也当过立委 所以我认为他未来应该是会处理的不错 民进党能够黑他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实际上民进党的人自己要去看 连你们最老狐狸的老科都已经转向了 老科在脸书上现在开始在跟他套交情 我也觉得 在那边讲说当年他还特别讲还蛮感性的 说那个时候他在选举的时候 那个韩国瑜特别送了一车水果刀 两框菜啦 对啊 大家那边去 老科以前也都不提 那时候韩国瑜被黑 被哈利最惨的时候他从来不提 那现在突然之间想到 讲雪中送炭的概念 对那我觉得 他们本来就会有交情 这个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韩国瑜其实 大家不要看那个样子 其实很多民进党立委私下 跟他交情都还不差 老科跟傅昆琦也很熟 对啊他们两个也很熟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他根本没什么 那个有的时候是台面上演演戏 那个真的没那么严重 像明玉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他讲 应该不是他讲 因为我看他这个框是从他这里 我想说 他在自拍吗 我觉得那个 明玉的个性 我觉得我跟他很熟 明玉跑 他跑哪个党还是支持哪个党 真的啊 他跑民进党的时候 支持民进党跑 民众党的时候就支持民众党 他就这样啊 当年他崇拜柯P 崇拜要死 对对对 这么有对于 没错 以前也是同事 所以我觉得也还好啦 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就各司其职 那要黑他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如果黑的有道理 你就该黑就黑啊 监督嘛 对啊这是监督啊 因为他也有必须要被大家监督的地方 这些都OK的 那只是我 我个人是认为他未来会被黑的可能性 越来越低 因为我想他这一次 他吃过上次那个大亏之后 他自己也知道警惕了 很多事情 我们在行程密集成像过去市政行程了 也不可能 而且说真的 他现在职务跟过去的市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当然了 所以你要去 你如果去盯着他每天上下班打卡 那就是你自己太无聊 说实在话 因为立法院的功能就不是这个样子 那至于说现在有一些媒体在讲说 2028是不是韩国瑜会起来啊 朱立伦是不是跟他的余量情结啊 我个人是觉得啦 这个基本上去讲这些都没什么用 因为韩国瑜如果能够顺顺走下去 我认为他未来绝对是党内的太阳之一 这是跑不掉的 但如果说他这一次又被人家抓到了什么东西 又出了什么篓子 那他自己就会下去 这个也不是朱立伦担心或不担心可以解决的事情 我讲实在话 这个都没有用 因为你要知道 接下来整个 所有的美光灯焦点全部都在立法院里面 朱立伦基本上没什么角色 我讲实在话 所以他想要用力也很难用上什么力气 所以我觉得就不用去炒作这些东西 何况党内还有另外一个也很厉害 卢秀燕也是很厉害啦 他最近又是新闻的风头人物啊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现在才刚刚开始揣测太多 没有什么意义 等个半年一年之后再来看 我刚刚制作单位特别讲 那个示意图的漫画框 指向邱文英语 可是不是他说的啦 是旁边的人说 是他在自拍旁边的人喊说 那你现在自拍以后 就不可以在黑暗之类的 教授 我觉得韩国瑜现在 这个立法院长的位置 其实蛮适合他的 个性上 工作上 然后呢 媒体对他的这个关注 我觉得现在当然 在整个选举之后 尤其是国民党 连续三次其实是失利啊 那终于取得了立法院长 议长的这个位置 所以有一点就是 这种心态在这边 氛围在这边 那黑韩这个是一时的 不过你不要让人家被 就是给人家机会黑你 这个是韩国瑜可能 自己当然亮哥也会提醒他 我相信是如此 但是无限上纲 大家还是看在眼里太过分 当然如此 而且其实那个效应是递减的 相反的这个 你反而帮他去造势也不一定 但是今天有九位学者 是我的同事朋友 提出来就是开放国民党 他们几位其实过去是江启臣 然后朱立伦以及侯友宜 他们的这些大陆跟外交政策的一些顾问 而且参与到一起去美国 那现在这九个人共同的提出来 所谓的开放国民党 开放组织 开放智库 开放理念 开放决策 我真的必须要讲 国民党真的是连续输了三次了 而且下一次还不是看得很清楚 也许你会觉得半年后一年后再说吧 是没有错了 但是大的结构并没有变化 对不对 三党的这个演绎 三党的政治已经在国会已经成行 而且连柯文哲都说 他下一次会参与到28年的选举 赖清德怎么会缺席 除国民党自己本身 也不要说等到一年之后 我们再来看是不是 新的党主席谁上来 那我是觉得开放国民党 我觉得应该倒过来了 请一些这个国民党的这些 有利人士放开国民党 放过国民党 有一些一些在决策上 在发言上 其实真的造成了长久以来的这些内部的决策 或者是说地方的派系 那真的需要这些人去维持吗 那当然从我们评论的这个角度而言 从我自己参与的角度而言 已经在政党政治上的这个责任政治一定要展现 你选输了 你就是要下台 你要让新的人有足够的能力接班 展现出他的团队 他的文化 也许他不适应 还有再一批新的人来 我们看其他国家 的这些政党政治的变化 不要讲远的 从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都是如此 没有什么绝对的太阳 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力核心 那国民党其实是 现在的表现在地方上是不错 可是呢 在立法院上 因为有韩国瑜去整合这50世席 我觉得也会有亮丽的表现 可是关键还是在这三党政治当中 你能不能够真的去面对 他们讲开放 我觉得是放开 我觉得其实对政策上 对两岸上 一定要有一些放开 贴近民意 贴近真实的两岸的现实 才有可能真正的重回执政